年輕人在這一波的疫情當中 他們一樣也需要得到保護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陣子 無論是蔡英文總統 或者是陳時中部長 他們都要求年輕人 你必須配合防疫 一出現防疫的人數增加之後 就要求年輕人說 你們不要鬆懈 那這一波的端午年假 也特別要求年輕人不要移動 雖然他們感謝年輕人 但是我們要幫年輕人問一個問題是 那在這一波的防疫當中 為什麼施打疫苗 年輕人連邊都排不上呢 以目前公費接種的 這些人口比例來看的話 11類的人口 總共他們的人數 就來到了1370.3萬的人口 一個人要施打兩劑的話 那我們需要的疫苗總數 會來到2740萬劑 那在這麼需要這麼龐大的 這個疫苗的數量底下 現在我們到8月底才1000萬劑 也就是說在年底之前 無論是我們購買的 或者是加上國產的疫苗 連這11類人施打可能都不夠 那我們的年輕朋友 只能在旁邊趕著急 在這次疫情危機裡面 年輕人是處於一個比較危險的地位 因為包括我們自己的勞動的需求 包括我們通勤很多時代大 大眾交通工具 還有法定義務 包括服兵役跟義務教育這些 那相對年齡層我們跟其他人群接觸的一個 不可避免性是蠻高的 但是即使如此在5月的整個危機裡面 年輕人的整個確診的比例其實是比我們的人口佔比來的低 可以知道 然後甚至在我們端午年家可以看到蠻多北漂青年是自主的取消訂票 那就可以知道年輕人他是非常的遵守防疫的規範 然後我認為年輕人不應該因此被隨意被批評是鬆懈的一個情況 其實前陣子一個美麗島的電子報的民調其實就顯示 多數八成的年輕人其實是認為 這是關於諾富特和3加11的一個事件 七成認為是疫苗的比例太低 六成認為政府致滿 五成認為篩檢太少 其實很明顯的年輕世代其實認為就是 在這次的整個疫情爆發是一個政府的一個責任 那從4月底到5月底 民進黨的年輕20到29歲的好感度已經掉了一成 那其實從這些可以看到就是面對青年世代 整個對政府的一個防疫的不滿 民進黨他卻沒有一個實質的改善 以現在剛主委講的就是蔡政府他目前的一整個疫苗規劃 那我們的整個疫苗規劃其實是沒有搭配到我們的人口的結構 那政府也沒有針對這樣的方法 用科學的方式來規劃我們的疫苗採購 那其實這個造成一個很嚴重的結果就是 他網顧了我們青年世代青壯世代跟青少年兒童的一個健康安全 現在分配到的476萬的疫苗裡面 目前從一個國際整個情勢還有到貨的情況來說 他這個蠻可能高比例是A例 那加上我們自己採購的1000萬A例 那等於說我國現在的3000萬採購量一半是A例 有科學根據的即使是作為A例的研發國之一的英國 都顯示他並不建議20到39歲的年輕人去打A例 然後甚至他這邊也後面也列出來了一個 大家很擔心的就是凝血問題也就是血栓的一個問題 年輕人的再打A例的血栓的比例是別的族群的兩倍左右 從科學的角度政府其實是有責任爭取A例以外的疫苗 來為我們年輕族群降低風險 這邊也簡單向年輕朋友來做一個請命 希望政府可以向政府呼籲4點的訴求 來超前部署解決問題 首先是政府應該要去調整我們的整個採購計畫 以全體國民的一個人數完全接走作為一個採購量 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完整的救濟給付和慰問制度 建議就是政府針對新冠肺炎的疫苗 制定一個簡化版的流程 並且提高他的僅副金額 那不要讓人民因此要去打國賠訴訟 那再來第三個很重要的是 政府必須要將12到17歲的青少年納入接種計畫 然後並為125萬的青少年完全接種 最後一個就是在目前的優先順序 也就是11類人打完第一劑之後 優先除了優先讓第一線的疫苗 防疫人接種第二劑以外 也應該讓未接種第一劑的青少年屬群能再虛擬 避免出現打得到的人繼續打 打不到人員打不到的一個情況 沒有人應該被排除在疫苗的接種之外 年輕人或青少年人口 即便大家知道他們的染疫風險 的確叫高年齡族群的風險低 但是他們可以排後 但不能被排除 他們可以等候 但不能沒有 我們建議這個疾管署 指揮中心 政府儘快地將其他人口 其他族群要施打疫苗的順序 儘快地把它排列出來